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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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啊,所以呢,周围都有放烟花 那你说节日还不重要啊?香港人这样? 哼,我见到,节日当然重要啦,为什么? 至少这个Bornfire重要啊,你最好不要开车 今晚开车呢,极限挑战啊,周围呢,薄冥冥冥,苦笑原题 全部啊,蒙茶茶一片,哇,什么都看不到啊 我见些人这么说,我没有车牌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不在乎你仍然跟他节日的理念 啊,随便,有个节日啦,有个band holiday啦 那你就约一下朋友啊,亲戚啊,就去家里玩一下咯 有些人是这样做,就是有个藉口 我见到旁边的屋在自己后院那里放烟花,哇,真是不得了啊 你说热闹,又不是说很热闹的,志得其乐啦,这些 而今回啊,啊,即是比加超那些都是志得其乐啦 这只叫DNA奖,是不是啊? 我又漂亮,又有漂亮DNA 啊,跟着呢,在手里做两个扫把,啪啪啪啪啪的上飞天啊 生鸡就是生鸡,啊,怎样飞上枝头变凤凰呢? 痴心妄想啊,今天要讲的就是七人篮球赛,啊,七篮 那图中呢,就是这个美国领事,哼,啊,这样的丑相 我不是说美国领事啊,是说这个七篮的人潮啊,啊,鬼影多个人啊,鬼影中中 咦,其实他搞Halloween会好些啦,不要搞七篮啦,10月31号,是不是? 不要玩蓝球啦,玩蓝瓜波啦,咦,可能多人一些的 那你见到美国领事啊,啊,除了买两送饭之外,啊,揭示了香港的丑态啊 就是,哇,你条街没人的,喂,啊,还要折桌到吃些这样的球呢? 但是他是以幸福感,饱满感,获得感的那个神情,就是笑着口那样的,就去买的 你说不是哦,戴口罩看不到,你见不到他对眼吗? 咪咪眼那样的嘛,那今回,哎,更加有特权啊,啊,入到这个七篮的时候呢,罩都不用戴了 又或者好像国际金融峰会那次那个洋人那样,戴着个口罩上面,有个样在里的,贴了个样的 应该随便滑下去的,那个嘴,你除了个口罩,不是那个样来的 虽然啊,这个十七九空呢,七篮门票各样,国家求售都没人要啊,真是几丑的啊,为什么啊? 你新疆信啊,都全场爆满啊,那你说那些人又怎么样啊? 为什么会去看新疆信的啊?那没有的,啊,世界上总有很多人觉得人权和经济是可以脱欧的嘛 那这点又明白的啊,就如同德国的消枝那样而已嘛,聊生意还聊生意,哎,人权那些东西放在一边啊,他有说 啊,那做不是几好的啊,他有说到,啊,给回个credit他,他有说到啊,不过那个credit很小啦,因为他没有做到嘛 他德国生意的每一分钱啊,都是用着迫害那些意见人士的啊,你问下那些江人同不同意他这样做,你问下那些乡人同不同意他这样做,甚至乎你问下那些德国人同不同意他这样做,至少有58%的人认为啊,他不应该这样做先啦,另外23%的人认为他应该的啊,那所以,就算呢,有人身在德国啦,他跟你说,不是的, 啊,他力排众议啦,那都有58%的众议,就是主流民意啦,不同意他说的东西的啊,那不同意都没用啦,目前来说就friend着,就不知之后会怎样啦,那你是做生意还是不做生意啦,漢堡讲入了股的啦,我就当你买些过期晶片给人啦,所以啊,也有世界上的评论,就认为啊, 啊,德国这样做的时候,有机会成为世界晶片的一个缺口,不出奇的啊,那不过不要说这个肖子先,只不过他呢,啊,和那些入场听新疆信的观众没什么分别,啊,将人权和经济是脱欧的啊,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太细族了嘛,没办法,那但是七人篮球赛来说呢,做到拍乌鹰这样的款式啊,是不行的啊,啊,你佛跳场整到会爆炸,你明不明啊, 啊,当日我都给了一条好选择他的啦,啊,他不用,我不是说你动点杜草人在那里冲刷一下场面啊嘛,贴一下照片那样的就行的咯,啊,不听的啊,就算,真的不是啦,喂,你想搅旺那场,你是不是应该,没钱啊,医工啊,你是不是应该请下,那公务员啦,最好啦,你叫那些公务员坐在那个场那里就可以咯,做观众,反正你不要说居家办公啦,work from home啦,work from home那么多日,找回一天坐在那个擂台, 可以吗,那个叫什么台啊,看台,不要搞错,我搞错,不好意思,而你那个美丽DNA啊,也就是龙潭为猪女士的意思而已,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美女,那里糟糕啊嘛,所以这个比卡超啊,他觉得很成功啊,他就说到了,有信心再成功这样扮七篮,他用个再字again,意思就是,今次成功,下次都成功,而叶柳淑怡就认为了,今次七人篮球赛是个 考验来的,为什么呢,很多人随罩嘛,所以行政会议召集人,就是他的朋友啦,叶柳就认为了,本港的疫情有轻微下降的趋势哦,你看个数字就不是了,他之所以说轻微下降是有得兜的嘛,相信只要能够通过七篮的考验,香港是有条件再开放的,你说会不会?不知道的哦,到时可能变了类鼻椎啊,那就话说啦,鸣鸣羊羊羊潮鸣啊,那些洋人都 都挺有创意,你看到啦,图中里面呢,说摆姿势哦,这个不是黄马,啊,足球队那些,是红马,啊,这个是红马队啊,他们呢,就很有心思地印了个安心出行,一定是预先准备的哦,然后呢,就印有一个红马,啊,然后进场,理论上红马是不能进场的嘛,因为红马来说呢,安心的红马,就是你阳性哦,阳性你不应该 但是,这帮洋人来说呢,啊,他们是随意入场的,但是同时他又是安心红马哦,啊,因为他印了个红马在上面啦,那你说他是不是欣赏你的红马那个美丽呢,欣赏你那个APP呢,我想像是讽刺你多些哦,有人真的走去掃的,啊,不过掃不到啦,好啦,至于党媒来说呢,是很多的啦, 就是HK01各样的那些什么都是的啦,现在香港没有一份啦,不是的,除了东方,啊,东方大旗手,日日都在这里追杀这个政府的,不过今天不是说他,啦,现场所见,就是党媒的报道啊,哈,观众直上人数不多,但气氛颇为热闹,人数不多都可以热闹,热闹这个词语又要有新解啦,哈, 有人持官归故里,啊,有人漏夜,赶科场,你不一定那么好彩的,那就话说有位南非,特意走过来,看这个七人篮球赛的,不懂读哦这个字,Rinia吧,那Rinia呢,就由于进到来的时候,啊,据称是确诊的,所以呢,就没办法可以看到这几天的赛事,预估呢,11月6号时候啊,啊,他就会转为这个南马的啦,那就可以入场, 而南总啊,就是南球那个总办商啊,哈,就承诺他那两天呢,的票啊,是可以退款,其实都不多,还有帮他,升级了决赛日那张票,是VIP门票,啊,还有可以入包商的,那其实南总当然可以包给他啦,原因很简单,那些人千里迢迢走过来的时候,他一定将票一早说好了这个条款的,那但是呢,升级那个呢,就未必啦,那只不过啊,南总见到啦, 嘿,你那两天都看不成,那决赛日就对你好些咯,尤其VIP门票,啊,都卖不出,卖正借,那就给了包商你进去咯,就是这些就叫做,执生啊,而这位南非的Rinia,据称啊,哈,过去两天,由于他那个马呢,就不是南马,所以呢,就只能够每餐是麦当劳和KFC,有没有搞错,还可以走到出去,你外卖啊,take away啊,送上门啊,不知道啦,他就说到了, 短期是不会再来香港的,所以今回啊,硬硬,哎,你应该等全部东西好了先啦嘛,你硬硬这样去搞这场七人篮球赛的话呢,你龙州赛事搞不成,那些国际马拉松搞不成,可能对你来说是好事来的,你硬硬要搞这场七人篮球赛,啊,等那些人走到过来的时候啊, 发现,哇,原来,红马都能入场的哦,不过是另一个红马啊,哈,那其实就无需要其他人去宣传啦,他们回去自己国家,哇,word of mouth一定在那里不停说你啊,尤其是摆上姿势拍照的了哦,在Twitter那里传来传去啦一定,而这一幅这样的硬照啊,啊,就会成为香港的新象征啊,什么新象征? 什么,整个死城那样啦,就好像美国领事啊,拍那些相片那样啦,那你来到,吃这些的啦,两送饭啦,不给你的啦,啊,又或者呢,好像那位南非的Rinney啊那样啦,你来到啊,KFC的啦,麦当劳的啦,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大事啊?我千里迢迢啊,啊,买完机票,走过来国际城市七人篮球赛,那是想着一个旅行来的,人家是一个trip来的,那这一个trip,竟然吃的东西,看的东西, 住的东西,哇,这样样的啊?所以给好招他,啊,给张好牌他,他又不会上,我就说咯,你就首先搞好了中国和香港那个边关先,啊,就首先啦,通了那个关口先,到你搞定了些东西,没那么惊恐的时候,才再开放外国那个关口,但是呢,啊,他就被商界反张一军,是都要搞零加三,之前还说搞零加零咧,那一来啊,就是扼杀了那些天空的男, 执牌又一间,执牌又一间,对你已经很不满的了,不过这个大家乐见其成的,你国内的关口都没通,就想通外国的,意内啊,我都说了你听的啦,那些人,就买票去日本玩,去韩国玩,去台湾玩,啊,那你即是怎样啊,零加零还大事啊,跟你说,已经算杀停了的了,似乎比卡超又省了,本来零加七,已经拗到零加三,零加零亡国都似,是好事来的,啊,亡一亡他的国啊,那你何帕良, 梁柏妍啊,那些人都在那里说,不是,牢宠物是新加坡金融间谍,这样,啊,查实可能他们才是的,万一真是,捏到个零加零回来,哇,全部鸡飞狗走,要移民的就移民,要卖楼的就卖楼,旅客又见不到多个,内地又通不到关,那些天空的男又窄窄跳,几从夹击之下,那真是压超穿褲的了咯,学会了啦这个字,啊,迫住啊,就是这样,好,今天讲到这里, 好,今天讲到这里,